美中兩國的最新變化 我們一起來看 主持人徐清皇和國際關係專家 在節目中直接深入分析 戴琪在美國時間四號當天 針對中國的公開談話 還整理出美國政府 對付中方的四大做法 第一個就是重新審視 那個第一階段的貿易協議 剛才一位姐姐講了 這個協議簽也簽了 也過了這麼久 可是沒有落實 第二個就是說對關稅問題 現在來講美國這方面 相對來講是比較保留 但是是不是會還有新的關稅 它也不排除 在國際政治上來講 這一點其實我們剛才講 懸在頭上的利劍 這個就是可能美國 隨時可能亮劍的東西 第三個就是 這個也有一些相對比較 放軟的部分 就是美國會強調說 繼續跟中國的官員保持接觸 甚至說將來在這個 狀況許可的情況下 還會有談判 那第四個呢 就是剛才也有提到 就是聯合這個重要的 這個貿易夥伴 在這場美中貿易戰當中 美國最重要的盟友 就是日本 南韓 澳洲 還有台灣